是個大小子 我發瘋子博我最 我直接在這裏扔個乳架床 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 我從來沒有放下他們 你說我愛不愛他們倆 是百分之一百的 一句廣東話都不懂 我在香港第一份工作 在親戚朋友介紹 在官檔 在洪濤做工廠 做包裝 包公仔 以前小孩子很喜歡玩的 一天12小時坐著 蹲著包公仔 包到魚現在傷了 每次上班 一搭升降機上升 人們會說 剛才你做 完全不懂得搭 一句都不懂 人家一進升降機 常常磅綁鞋帶 不想跟人聊天 我試過吃排骨飯 吃了兩個月就沒冤 因為你不懂說 不懂說 排骨飯 外賣車就說 老朋友轉一下好 都不知道你過甚麼 排骨飯 現在自己想起 都覺得挺好笑 當你不認識時 都挺麻煩 我從來不會反對我兒子做甚麼 除了犯法 或我不喜歡的東西 因為這件事一定要從小來教 因為我教兒子的方法 如果在外面來說 是很不合理的 但我受到我兒子欣賞我 我跟他們說 我一發爛爛 你一定要走 後來我們和他們說 為何你說張口我要走 因為我可能更加進 我從來沒打野 是那小孩 我發爛爛爛iga 他駁我下去 我就在這裡擲 智障 我知道擲上去 那裡有枕頭 箭子 我們所有的安全 塞 我愛了 這是我最失望的 我從來沒有陪他們捉 因為我要找人吃 一年最少要跟他們兩次去泰國 例如假期或過年 我又會帶他們去澳門 平時背東西看電影 我想一年五次都未必有 有時我的時間是很不對 因為我有時要拍電影 日夜瘋到 有時出頭拍兩三個月才回來 要慢慢適應和補償給他們 老師就打給我 你這樣不在家裡不管 你不行 我一聽完之後 我的火上了頂 我不會去泛蘭亞 我跟老師解釋給老師 老師就愛了 我問你知不知道我一個人兩個 你知不知道我拍電影 知道 你知不知道時間不停 你知不知道我拍電影 養不到他們 知道 我已經盡了我的能力 我從來沒有放下他們 只不過我去拍電影 那時我就去拍電影 我沒有時間陪他們 我就沒有時間陪他們 我說我不是不想 我想24小時陪他們 24小時陪他們就不用上學了 因為我沒有錢 那你告訴你 我們明白 老師就對他好一點 起碼知道他的環境是怎樣的 我一個人 對嗎 因為從小兩個跟我長大 單身家庭 你說我親不親他們兩個 是百分之一百的